會不會就是因為在未來的世界中 疫症是跟人類共存著 可能是之後有不知哪一隻 有幾隻一起來 哇塞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之大國際 Hello,今天跟大家說一個 有可能預言人類的未來是會跟疫症共存的小說世界觀 又或者是衣著的風格 沒錯 那這東西就是 Cyberpunk 有沒有聽過Cyberpunk? Punk? 你經常說我嘛 Cyberpunk是一種小說的世界觀 Cyberpunk就是Cybernetic 以及Punk的結合詞 我照讀而已 我不知道什麼叫Cybernetic 什麼是Cybernetic 你們能夠看到的畫面通常就是這樣的 蛤 哈哈 你什麼都沒看到 這樣的 蛤 看完之後你把我剪下去 這樣吧,Cybernetic 應該是類似這樣的風格 好像看那些鬼魯片會拍出來的日本 都真的蠻像 那在Cyberpunk的小說裡面 或者電影裡面 通常都是說未來世界的 即是科技已經很快發達了 但是有一點點暗的 通常人工智能 機械人 或者網絡 已經主宰人類 又或者人類是不可以離開這件事的 有些Cyberpunk 可能就會說人工智能 統治了地球 有些就可能說人類的科技發達到 人類有些直入裝置 直入了身體 之類的那些 那些類型都是Cyberpunk 社會通常都是被一些有錢的財團 就壟斷了 那些市民呢 普通星斗市民就過一些 高科技但是低質的生活 這裡寫是什麼 HIGH TECH LOW LIFE的生活 我覺得都正常 就算你未來科技很發達也好 你都會有有錢人和窮人 還有科技越發達 人類就會越來越退步 因為太過依賴了那些東西 故事通常都是以反烏托邦世代為主 故事裡面的主角 多數都是一些人際關係沒什麼 或者已經跟社會脫節了的人 但是同時他又不想再被這個財團 或者社會去牽連或者控制 那著名的電影就包括有什麼呢 就有鐵甲威龍 有聽過嗎? 以前我那個年代的 說清楚一點 說得我和你一起差很遠 除了鐵甲威龍 還有這個銀翼殺手 有聽過了吧 MATRIX 還有這個工學機動隊 也是Cyberpunk 就連我之前做過劇評的 那個炭變都是Cyberpunk題材的劇集 說了這麼多套著名的電影 就相信大家都大概明白到 Cyberpunk裡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 那來年尾還有一隻電腦遊戲 叫做Cyberpunk 2077 簡直的名字就已經叫Cyberpunk了 不過這個不是廣告 所以大家自己有興趣想去看看 那為什麼會說他有機會預言了人類的未來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令人沉迷的世界觀 通常都會衍生出一些建築風格 音樂風格 又或者衣著風格 那Cyberpunk的衣著風格 其實最近都蠻HIT 我認真的 什麼? 我來真的愛救人 不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我沒有穿到Cyberpunk去拍片 那我們就來講一講Cyberpunk的服飾 然後放自己的照片 就是我 其實Cyberpunk的主要服飾 也挺像光學金融隊裡面的那些 這裡就是多口袋 條條拼的帶 異材質拼接 拉鏈作為剪接的接防 高領口的蓮帽設計 還有很多 嗯 不露面的口罩設計 等等的機械式層次感的衣服 我覺得有一年父親節 有件外套 因為它大減價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買給爸爸 對,好像是這樣的 有帽子 然後這裡是有個眼罩 Cyberpunk買給爸爸 爸爸,去吧 為什麼不 那我爸爸也是 Cyberpunk 那這些就是比較原汁原味Cyberpunk的服飾 你看到 有很多條條拼的帶 扣著頭 然後又遮蓋著嘴 這個就沒什麼太多的 例如這樣 有普通的市民 但他穿的衣服 後面突然揹著一部不知道是什麼機器 不知道是什麼機器 但Cyberpunk就是這樣 它拉帽 它拉帽 拉帽 但你看到口罩這個位置很神奇 所以明白為什麼Cyberpunk的衣服會這麼機械化 OK,那這些就是非常Cyberpunk風格的一些東西 即是若然你Cyberpunk的衣服穿了 你就真的好像一個Cosplayer 但不少品牌都已經可以把Cyberpunk的元素 加入了自己的服裝 New Balance在鞋方面有很多Cyberpunk款 真的嗎? 現在出了很多 NOT FACE 即是這個北方面孔 Nike 我真的有這樣的面孔 但當然啦 如果人家每次去到這麼heavy的話 你可能買得出 就算Nike出也好 所以這些品牌去做Cyberpunk服飾的時候 都會減輕一點的味道 例如那些帽子 都七彩繽紛多一點 就不只是黑白色 這樣就令到大家覺得比較日常一點 那個Cyberpunk的味道 那大家就買得下手 又覺得有點酷 有沒有發覺 剛才無論是給大家看了一些 直接在故事裡面的服飾 還是之後變成了日常買的服飾 都離不開口罩 那些口罩看上去還會是 Fashionable 又或者看上去好像有功能性 那我上網試過去找 為什麼一定要有口罩 然後我上網 我幾乎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我就覺得 只是那些我看上去就贏 很容易病 本身是沒有想到為什麼 直到現在其實這個疫情 不要說香港在全世界裡面 你完全不知道它哪一天會完 甚至有些國家的新聞報出來 不知道真還是假 又說一群群群群已經有群體免疫 Cyberpunk是說未來 那未來的這件事 口罩竟然成為了這個服飾裡面的主要飾物 會不會就是因為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疫症是跟人類共存 我不一定是說現在這一隻 可能是之後又不知道哪一隻 有幾隻一起來 滑菜 沒有人敢寫包單的 一會兒又不知道有哪個傻子 去吃什麼 今次吃什麼好 吃屎 咦 然後又有些不知什麼屎鹽 公門鹽 每個人都很嚴重 不出奇的 外面有肺炎 小商店那邊有公門鹽 就是因為可能疫症 真的在未來世界搞不定 人們實在太多想頭了 什麼都可以讓他們想得出 所以在Cyberpunk這個未來世界裡面 早就可能已經預言了 人類要戴口罩 是因為要防菌 大家想一下 一點都不出奇 可能他們那個世界觀就是 那時候人類已經不在地球裡生活 可能他們去了第二星球 Cyberpunk裡面有這樣的 其實Cyberpunk很少會告訴你 他們住在地球 所以其實其他星球 他們需要那個氧氣罩 不是 口罩給氧氣 對 總之就是隔菌 就是隔菌 就是隔菌 那其他外星更加多的菌 那你給氧氣和自己隔菌 也是 也是 因為人可以 譬如你在這裡吃魚蛋沒問題 但是你過澳洲吃魚蛋 你可能會肚痛 就算整個澳洲的人吃魚蛋都沒事 水腦不服 對 就是所謂的水腦不服 其實就是沒有那邊的免疫力 你現在說轉星球更嚴重 所以真的有可能 不過 如果在地球發生的都應該是因為疫症 我自己這樣想 其實真的不出奇 大家現在做了十多二十年 有些更多 可能四五十歲也不出奇 十幾歲也不出奇 然後呢 突然之間這一兩年 要你戴口罩 你一定很不習慣 嘩搞錯 什麼時候才可以不戴口罩 現在每個人都在問 但是 這件事真的一直跟著人類 到我們 可能生了個兒子 兒子 兒子一出生就已經要戴口罩了 從小到大 都是戴口罩 很快他不會覺得 口罩是甚麼奇怪的 他從小一出生就是這樣 當所有人都習慣戴口罩之後 就一定會有人將口罩 吹向這個時裝 又或者口罩多功能 又或者又時裝又多功能 總之口罩會變成一個category 就是有很多的販賣 OK 很多人會用來賺錢 那到時那些口罩的樣子 就會看起來 想起來 都真的好像 Cyberpunker裡面的那些口罩 是不是想得通 都不合理 是啊 通常那些 想得通 但是你證實不到的東西 都叫陰謀論 但是這件事是說在未來的 所以我不敢 一個猜測 那最後最後 這個都只不過是一個猜測 這個我很希望它是錯的猜測 希望這個疫症在地球上 快點消失 戴口罩真的好焗 但是又不可以不戴 大家記得戴穩一點 剛剛有位叫V200200200的comment 在我的IG上讚 我很帥 謝謝你 你讀出來 如果不是 一會兒翻中太厲害了 就是翻中世界末日中壁 世界末日沒有人說過 是BANG一聲 可以是慢慢來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分享我的影片 如果想知道更多我日常生活的東西 可以考慮加入會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 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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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